所以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Connection后面这个URL 那网址稍微修改一下 你就可以换成抓不一样位置的东西 所以你们其实也可以 试着刚刚那个网站里面 其实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 其实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你要把它改成六合彩 那六合彩里面的话 说真的这里面总共有25个page 那其实你程式不用重录嘛 你直接怎么样改一个网址就可以 所以你先怎么样点一下page1 上面不是有这个就把它关掉 这上面有这个网址 你要贴上去 然后page15变25改回圈25就ok了 然后其他的地方应该也没 看有没有地方需要再修改 反正改一下 你会发现就一个地方范本 很多地方就适用 那只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要抓那个雅虎股市资料的话 不过雅虎股市我觉得他常常会 如果你觉得如果你太经常性的去抓他的话 他好像会把你的那个IP位置给封锁起来 之前有那个上课 因为大家都在练习去抓雅虎股市 就抓一抓抓到一半 大家都没办法连线到那边 因为他可能会以为就是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骇客的心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你大量去抓虎 他当然会把你给把它封锁掉 那如果说我今天你们可以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要水泥这边一直到受益证券 这些范围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一键按下去 全部的资料都帮我抓下来的话 那当然是更好 因为可能有的每天都要去看一下这相关的 那个股市的行情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就是这个水泥 当然理论上这上面有一个网址 你把它复制 理论上我只是要把这个table抓下来 应该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也许你那其他不重新录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刚刚的程式 但你就不用跑回圈 其实主要是wis到wis的中间这一段 所以你可以拿这个复制一下 其实可以不用重新录制 那这边的话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雅虎 可能雅虎的股市下载之类的 把它名称改一下 雅虎 雅虎 然后回圈的部分的话 先不用打 那这边的话 改成叫股市 但问题来了 这边这个可以拿 这个回圈跟逻辑拿掉 然后到这边都拿掉 wis到wis 其实中间这一段就OK 把它按一个shift加tab 前一阶 然后呢 这边的UIL 这个网址贴到这边就OK了 所以水泥这边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 那个刚刚的这一段 OK 我们已经把一些简化了 那至于要放哪里呢 放到A1 这边的话 R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改回来 这边原来是A1 用绝对的 所以前面有钱的符号 然后 只是说我wav table 我们刚刚是5 但是呢 我不知道第几怎么办呢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按右键检查 按右键检查 或者你可以直接找到我要的东西 这边悬起来 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一样 它一定会有个table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Ctrl加F CtrlF 然后小于打一个table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有点像你手动 手动去查 你就不用重录了 但你录制一遍 它也会告诉你哪一个 你会发现这个table里面有11个 有没有 里面第一个 所以你向下找 第2个找到 不是 第3个不是 第4 第5也不是 第6 看起来是哦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里面好像还有一层 第7 第8 好像是第8 不过你会发现第8跟第9好像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应该是第9比较精确 因为外面一层 有没有 它里面又一层 table里面又有table OK 所以应该比较精确的应该是第9 第10 过去了 所以应该是第9 等于第8是它外面那个table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有些 可能工程师把他为了避免就让人家抓 就一个table再一个table再一个table 可能包了好多层 就是要防止让你抓到 所以有的时候你用那个 路式具体出来的位置是不对的 抓你去外怎么没有东西 因为你勾的地方是它的外面包装 还没到里面去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 这叫什么道高一尺 谋高一尺 道高一尚 就是他知道你要怎么抓他 所以他就在你要抓他的地方 给你设一个让你没办法抓的方法 你就没办法破解 所以当然颠倒过来 道高一尺磨高一尚 你就再想办法把它破解 所以当然就是要用一些心思 当然你的价值就在这 如果你可以把别人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解决掉 那你就产生一个新的价值 对不对 那的话你懂 永远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那你有你反正都是别人东西 没有你自己的东西 你怎么会有价值 OK 那这点很重要 不过要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OK 但是我觉得虽然不容易 你还是要往那个方向追寻 所以第九个 那也就是我们这边找到了 第九个 试一下好了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的 那我们把Yahoo!股市 其实在瞬间根本不需要重录制 产生了 我把Yahoo!股市也没有OK 资金 水泥 有没有下来呢 这时候的话 它就会连到那个Yahoo!股市去 那这时候呢 当然 等下有时候频宽 或者是Net Server的反应速度 也会关系到 其实已经真的抓到了 但是呢 就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它的编码方式问题 那当然我也找了很多方法 或者好像 旅逝就是不行 就是怎么试 它就是 没办法 但这个地方其实 跟它的编码方式很关 有关系啦 因为它的网页 基本上就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编码方式 其实就在前面这边 它有藏的一个就是什么 它的编码方式 叫UTF-8 我记得好像是 它的编码方式是CP-950 好像是 在这里 Value CP-9 所以会不会是它的那个 CP-950 会不会它躲了一些东西 这可能还在确认 所以编码方式 假设说你今天用的是 我们刚刚Credit Table 目前来看 还是没办法解决 所以 不行怎么办呢 你就 当然里面的数字是OK的 只有中文的部分不OK 那也不行 你不能说全部都在把它取代成那个样子 所以 如果我要抓Yahoo!股市的话 那就不能用Credit Table 只能用别的方法 那有没有别的方法? 当然有 我们可能要取用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刚刚我们那个资料里面 从Web 基本上 它就是把IE浏览器 帮你迁到这里面来 OK 所以 基本上 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用VB 把IE浏览器 变成一个物件 不是打开来 而是写在程式里面 然后 一样 就是在 程式里面操作 这一招我试过 是可以确定 把我们要的资料抓出来 是没有问题 但是先跟各位讲一下 程式还是稍微一点复杂 所以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当然 不过我的风格 程式的风格 还是尽量把程式已经最精简化了 不然的话 你们自己去找一些IE的相关 抓网络资料的相关 网络上有人分享 写一大堆 我尽量把程式写得很精简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先利用我刚刚讲的方法 先看看 会不会有什么地方改一下 会不会突然它又变成不是乱码了 那你就可以继续使用Creditable 如果不行 还是建议用IE物件 好,试一下 好